首战告捷,一艘俄舰外加三个海上平台,鱼叉反舰导弹收获30年来最大的战绩 6月20日,乌克兰国防部公开表示,乌克兰海军利用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在乌克兰蛇岛附近击沉了一艘俄军远洋托船 而这也是乌克兰首次成功将鱼叉反舰导弹投入战斗,鱼叉导弹首战就取得了成功 当时俄罗斯的海军黑海舰队的一艘1650吨级的军用托船瓦西里·贝克号 在向蛇岛运送弹药、武器和人员被乌军发射的鱼叉反舰导弹命中 导致托船上的弹药迅爆发生了大爆炸,乌军采用的战术是导弹双发骑射 根据附近的TBR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两枚鱼叉反舰导弹以大约15秒钟的间隔 一前一后命中了这艘邮轮,TBR无人机拍摄到了鱼叉反舰导弹 命中俄罗斯脱船的整个攻击过程 这显然是乌军首先使用TBR无人机进行侦查 通过数据链发送目标指示信息 随后乌军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击中了俄军的舰艇 这个战术对于缺乏防空系统的俄黑海舰队来讲威胁相当巨大 鱼叉反舰导弹通用性非常强,具有在多个平台发射的能力 有空射型号AGM-84,舰射暗射型号RGM-84 还有潜射型号UGM-84,它们的基本结构大同小异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型号都被统称为AGM-84鱼叉反舰导弹 在主要参数上,鱼叉反舰导弹长度为3.84米 战斗部重量达到了221公斤,其飞行速度为0.85马赫 本次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属于最新型的Block-2型 各个子项都进行了升级,采用主动雷达制导 内置飞行姿态控制系统,以及飞行高度测量系统来联合控制导弹飞行路径 在略海飞行的稳定性和隐蔽性方面提升巨大 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40公里,虽然速度还没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俄黑海舰队也相对老旧,因此击中俄军舰船完全是小菜一碟 乌克兰海军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瓦西里·贝克号托伦在遭遇鱼叉反舰导弹打击时 船上还载有俄军的道尔防空导弹车,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乌克兰方面声称,即使俄军将道尔防空导弹系统装在军舰上 也完全不能阻止乌克兰海军的导弹 还记得火力军上期的资讯里提到的 俄军将道尔防空导弹车搬上瓦西里·贝克夫号护卫舰上吗 当时火力军就预言这样做没什么用,只是一种无奈的应急措施而已 没想到这么快预言就实现了 防空导弹车本身就需要特别稳定的发射状态 车载雷达在挺稳的状态下才能准确测定自己的坐标 导弹发射管才能准确的测定自己的高低角和方位角 车辆振动和摇晃带来的误差能让雷达搜索、照射 以及发射管定向之类的工作完全失效 但是战舰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稳定平台 海水的波动和战舰本身的运动会让发射平台随时处于在动态之下 而俄军仓皇将防空导弹发射车搬上舰 自然也没功夫将其与船舶与船载惯性设备进行集成 并针对性的修改火控软件 被乌军的鱼叉击中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鱼叉这个级别的反舰导弹的威力标准 是单发重创或击沉3000吨的战舰 俄军目前的乌克兰黑海舰队里 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能够抵御鱼叉的攻击 根据乌克兰海军官方提供的消息 被导弹命中的俄军军用脱船立刻发生爆炸并迅速倾斜 在不久之后即沉没 共造成23名俄罗斯水兵受伤约10人失踪 其搭载的道尔防空导弹和运载的其他武器弹药 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也一道沉入海底 并且乌克兰强调 只要西方援助的类似武器够多 就足以打破俄罗斯海军的封锁 甚至能够歼灭整个俄黑海舰队 除了击沉一艘俄军舰外 乌克兰还用鱼叉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海上钻井平台 俄方表示在19日上午8时左右 乌克兰军队连续发射三轮鱼叉导弹 袭击了在克里米亚附近黑海海域的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钻井平台 共有三座钻井平台遭到袭击 袭击发生的时候 平台上还有109名员工在作业 其中BK1平台受损最严重 已经造成三人受伤 弃人失踪 BK2和BK3钻井平台目前还没有报道伤亡 美国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 刚到乌克兰军队手中还没有一周 就取得了在蛇岛附近 击沉一艘俄军1670吨级的拖船 和打击三座石油钻井平台的战绩 可以说在使用该款导弹方面 乌克兰军队已经非常熟练了 这得益于在将鱼叉反舰导弹送往乌克兰之前 美国就已经派出专家 提前对乌克兰军队进行操作指导 再加上一周前 美国的卫星就已经对黑海舰队进行了成像 已经多次对黑海地区俄罗斯钻井 进行了多次照片拍摄 并锁定钻井平台信息 因此乌克兰军队才能精确命中目标 这次取得的战果可谓是鱼叉反舰导弹 30年来收获的最大战绩 该款导弹首次实战记录 发生在两伊战争期间 当时伊朗与美国还处于关系不错的时期 因此伊朗从美国进口的数枚鱼叉反舰导弹 1980年11月 伊朗在珍珠行动之中 搭载鱼叉导弹的快艇 击沉了两艘伊拉克的黄蜂级导弹快艇 以及一艘伊拉克的苏制L78两栖支援舰 1986年 美国海军CG48约克顿号导弹宣扬舰 在西德拉湾用鱼叉导弹 击沉了两艘利比亚的巡逻艇 1988年4月14日 美军A6E舰载攻击机发射两枚鱼叉导弹 击中伊朗海军萨汉号护卫舰 回顾美军使用鱼叉导弹的历史 除了一些快艇巡逻艇之类的小鱼小虾外 苏联L78两栖支援舰 吨位在1350吨 伊朗萨汉号护卫舰 吨位在1500吨 二者都没有这次乌克兰军队击沉的 1650吨级的俄罗斯瓦西里贝克号 吨位大 可以说乌克兰军队使用鱼叉反舰导弹的战果 不仅是该导弹30年来收获的最大战绩 更是刷新了鱼叉反舰导弹的击沉记录 讲到这里 美国人是不是要感谢一下乌克兰的兄弟们 从俄罗斯的方面来看 鱼叉导弹对其黑海舰队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一方面俄罗斯缺乏足够的防空导弹来应对 另一方面也缺少高精度弹药来摧毁乌克兰的发射系统 这就致使俄军黑海舰队只能归缩在克里米亚以东海域 避其锋芒 从而无法完成对乌克兰奥达萨沿海港口的封锁 虽然俄海军理论上可以在导弹的射程之外 对乌克兰的商船进行拦绝 但是由于该款鱼叉导弹的射程 可以直接攻击到俄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 因此也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构成了反封锁 面对这种对等的打击能力 俄罗斯海军将不敢再封锁乌方港口和海运 而此前被俄军占领的蛇岛 由于没了黑海舰队的庇护 更是在这几天双方的炮战中损失惨重 乌克兰军队使用北约援助的M777火炮 以及M142海马斯火箭炮等对该岛持续射击 驻扎在蛇岛的俄军阵地 被击中了40至100多发炮弹 岛上的俄军及其装备 包括道尔防空系统和铠甲防空系统也被全灭 此外就是对于俄罗斯极为重要的克里米亚大桥 之前乌克兰反复威胁要摧毁该桥 不过当时乌方从技术角度看 并没有可靠的炸桥能力 因为如果出动飞机轰炸 就很难突破俄军的防空网 而现在乌军有了鱼叉导弹 则可以利用其红外成像莫制导的能力 反复精确地轰炸桥墩摧毁这座大桥 这不得不让俄方有所忌惮 俄军如果要彻底消除鱼叉导弹的威胁 只能对奥德萨港发动两栖登陆作战 从陆地上一举消灭 以绝后患 但是俄罗斯现在的海军 根本没有进行十几以上实战登陆的能力 因此也只能看着鱼叉望洋轻叹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乌军这次使用鱼叉导弹的表现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이제 эта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